三个中产党 上周我们曾经说过一次 有关政府放宽八百万楼牛汉的新闻 其中一个措施是可以取消压力测试 取消压力测试的代价是你供楼供多些 因为有个叫按揭保险计划 其实就是它计算风险 你没有压力测试,风险高一点就交多些保分 以前是不可以的,以前一定要经压压力测试才可以买楼 现在就不需要经压压力测试 于是人们就说很危险,很容易便会 今天就马上告诉你 一周刊是我们友好的传媒 找了人去尝试一个例子 例子是用八百万九成案 这个值得说 因为基本上是施政报告的焦点 上周评论后 立即一仔的朋友就告诉你 不是这么简单 条题是这样的 年轻家庭月日四万三 实测上不了会 银行职员说,借不到给你了 即是说它实际操作的时候 就是怎么说呢 我想它的角度是批评很简单 它只不过是说 你讲到天花和风 原来你推出新的政策 没有问过业界 都不知道是否实际 做不做得到的 角度就是这样 我再讲一讲 它是四万三的家庭 打算买一层八百七十万的楼 借七八万手期 做两成手期 做二百七十万手期 借七八万 就是四万三千元 就刚好计算到 没压力测试之后 刚好月供过五成 就可以供到层楼 然后它就拿这个案子上去 然后银行说 没有可能给你 我心想 我看都觉得没有可能 我真的给个参与我来 别人的新闻就是说 八百万层楼 做九成按揭 它说 应该的最低入息要求 就是五万七千多元 这个就已经是包含压力测试 为什么它是少一点 因为它做两成 做两成就好像少一点 但在银行的角度 你只有四万多人工 你打算买一层九百万的楼 然后你还要完全 结果的问题就是 虽然没有压力测试 我们银行有我们自己的压力测试 我承受不了你这个压力 便不批准给你 所以这宗新闻 我觉得它纯粹是试试 可否做到 但我觉得银行很合理 政府就叫我们 压力测试 就不代表我们 就要跟它做 什么叫压力测试 其实是政府 金管局的一个要求 它要求一个 政府要求 要复合这个政府 我才知道可以 你才可以借钱 但是 政府 standard 之余 你每一间银行 都有自己的 standard 那银行不会说 没有人来测试 那不要紧 你要多少钱 可能银行 理论上银行 是有机会 比你更保守 比你金管局 就是 政府说 我不管你银行 你银行总而知 这样就可以了 那不是代表银行 是不可以自己 有任何的要求 银行觉得危险 都不可以借的 这是很明显的 银行为了安全 第二 当然现在是有问题 因为现在是11月 11月 通常那些银行 都是复充所有的银行 就是那些银行 大佬 就是你做事 都放了 都放了 都没有的 你又不是特别好借 你又不是什么 我就不借给你 你要看 人家刚刚开孔 刚刚开市的时候 你是容易借些 在这个状况之下 是难借些 年后就会容易借回 总而一开门设计的时候 你没有钱都借 这些钱都借了 很多时候 一到年尾 大家都不做事 对 因为撕满了 你都没有钱借了 你都不可以 除非你有特别的状况 留一些免费 但你不是那个特别状况 他当然不会做给你 那是很正常的 你都要有少少知识 买楼 很多人买楼 买完之后 才要囚首期 买完之后 才想着怎么办 很多人都是这样 所以 这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以前买的楼 你真是胆胆 如果算得很敏 因为你给了小订 然后你就做首期 有时可能首期都未批 你已经落大订 落大订就是一成 870万的楼 你落5%大订 那也有40多万 你当时不批准 我就真的扔钱落海 以前我都试过 其实这件事是常常会发生的 以前我记得很久之前 做公司的时候 就试过买了一间屋 买了 买了政府就收紧内揭 一落了订就收紧内揭 这时候就做得很疲惊 到后就给了高息 搞了很多 每个月要工 工8年 到后就给了一些很厉害的条件 到后就终于都买到 但是这件事 其实你买楼的时候 是必然会发生的 所以呼吸计划是有意思的 呼吸计划是有很多 所以也反过来说 你从来买楼都不应该这样 你以为政府放宽了给你 你就顺理成章 可以计算到尽去买楼 其实这件事不是这样的 除非只有发展商 保证 否则你永远遇到风险 很多时候发展商说 我会帮你想想 但是你有些条件太差 都真的做不到 这件事是常常会发生的 所以我就看 为什么这件事 都可以说 第一件事是市场是Rational 你不会经常觉得 政府放宽了 下铁揭 製造很多负资产 不是你想做负资产 就是负资产 也要银行给你一个机会 因为银行 连给你做负资产 都不给 第二件事是什么 就是买基金 通常有不闲钱才会买楼 你买了楼 如果有些人还有另一笔 不闲钱 就会骗你去买基金 通常都是搭上搭去售 所以为什么那些人 不积极地售资产 或者那些人说 不是 现在放宽了 你银行还不疯狂借钱 为什么不借钱给人 这个原因就是 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 但我之后有一点补充 有时他做过按揭的率 只是用来复妥金本高 就是说如果银行 最好是复权你的钱 完全不做按揭 然后就买资产 但问题是 做了所有九五八八的东西 但根本就说 有搞出银行 不是做生意 不是做银行 所以其实很多钱银行 是很不想借的 譬如说商业财款 或者很多 他们觉得很危险 很LC 他们不是很想的 但问题就是 你要交付银行 交给金本高 我真的棋棋理你 我真的做银行 不是骗银钱的 其实做银行 今时今日做银行 自从在 一九九几年 二千年之后 其实是美国开始的 它放肤了Glass D的案 就是给银行做你 你买股票 买基金 就是银行以前做全本放财 是没有事的 它继续了你的钱 然后那里赚少钱 还有些风险 不如直接 你买了基金 我直接赚出去 还是不用借钱 还是没有风险 不如直接继续了些钱 做事好 然后他们买股票 他们做的那些 那些才是大profit 从来今时今日行行 都这么做 我有另外一个比较少的观察 小小的观察 在这个访问里面 问了很多间不同的银行 都是我们传统式的 恒生、东、匯豐、中银行 这些东西 其实是否应该 不够之前 发牌 发了几个虚拟银行的牌照 我不知道他们哪一间 开始用牌照 开始做这些 放这些案件 但其实他们如果想 很快地去增加 market share 做些东西的话 虽然可能 不是很赚钱的东西 但这是一个途径 去吸引客人 去认识这间银行的东西 这些东西是可以做一套 直接想一下 香港做fintech 从来没试过得过 我想虚拟银行 这些人都得了 大家都要保守 香港人 跟大陆不同 香港人是不做生意的 今时今日香港人 是不做生意的 你以为香港人做生意 所以香港人 香港市场都会被大陆人吃光 我讲一讲 我对于关于地产 今时今日香港 因为有一个大陆地产商问我 谁想做香港地产 我怀疑香港地产是这样 香港人的地产商是不想做地产 于是乎大家放贵你 你大陆人去拼 我就放贵你 我就收10厘息 12厘息 你就赚300% 那时候我都赚了 香港人是希望做这种生意的 然后他如果做地产发展 就会赚30% 40% 50%的利润 然后好像大陆人 赚多少% 这么高借贷 九成借贷 或者130% 几百个%借贷 我不用了 我最多借两成 自己借贷 而且很稳定 到最后 在可见的将来 我可以说 香港所有的生意 都被大陆人做完 譬如以地产为例 地政署 什么署 建筑商 建筑商 建筑国 全部都在大陆人手上 因为香港人全部都允烂 你叫他们做生意 他们不会做 我提这一点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其实美国出了Fintech的时候 很多现在就是做按揭 基本上金融 所以香港 他其实真的可以想想想 但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香港人不争 他那些Fintech 他有一些Virtual Banking 里面有些是大陆人做的 他们要想想想 我想你要等工商银行 工行 那些来到够拼 香港人始终很保守 但是最后我都说了 虽然我们说压力测试取消了 人们计算到尽就借不到 但其实也有它的作用 譬如我们说六百万楼 你借九成计 你原先有压力测试 就是三万八千多 没有压力测试 你就三万一千多 就可以上车 即是六百万级的物业 其实三万八千多 和三万一千多 的Range很大 没有人计算到尽 你三万一千多 去上车 但如果你以前三万八千多 你现在三万七千多 三万六千多 你还有跟银行谈 你的Flexibility 就在了 所以问题就是 你一定要看回现实 你不能够理想中 放宽了压力测试 香港死定了 樓市扑街 业主烧炭死 你要看回现实世界 就是没有人会那么疯狂 借钱给那些烧炭死的人 好,这一集就到这里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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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